三月上旬多伦多 这个去年秋天还圣诞节期间 忘了什么时间 在花店买的打折的 什么鸟窝 可以自己拼自己撞 原价35 打折以后5块钱 挺不错的 这个特别适合家里的孩子 我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老小孩老小孩 打开看 其实我已经打开探过了 打开偷看过了 这上面写的什么 他说根本不需要工具 直接拼 我还不信 刚才偷看的时候 发现真的是 这说的非常对 说说我的观点吧 很多鸟窝 有更便宜的鸟窝 有更便宜鸟窝 那个一元店卖的 说说我的观点 那个一元店的卖的鸟窝 我买过 小鸟根本不感兴趣 当然也跟我家的位置有关系 我把它鸟窝放的位置有关系 就是这些工具挺全 他已经提前给你钻好孔了 包括拼接的孔 你看都给你钻好了 你在宜家买过家具吗 一个道理 也提供了胶水 这个胶水就是帮你把这个小木蝎子 蝎进去的时候 加点胶水提高它的强度 还有说明书 说明书是英文的 我估计这东西 这应该是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说明书是英文法文 说明是专门给加拿大做的 或者加拿大订的 继续之前看一眼 made in china 你知道吗 made in china的东西可能越来越不好买了 抓紧时间买 中国人心灵手巧都比我强 我开始想说都跟我似的 都比我强 仔细看一下 他这个是 这是盖 他呀 做盖是活动的 是可拆卸的 你看 这两边的墙 这前面的墙 有个洞 有个底板 这里有个什么问题 不是问题 就是有个什么发现 至少有两个 有几个发现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到网上去看视频 顶是DIY 自己做鸟巢 DIY 顶是固定好的 死的 底部是活动的 它可以掀开 或者是好 一般是掀开 因为这个鸟巢 是准备多年使用 今年用完了 明年用 明年就是不同的鸟 也许是同样的鸟 不同鸟 但是底下可能会乱七八糟 脏东西多 就需要把它底部拆开 清洗 然后放回去 但是我想了一下 上面 只有一面能打开也行 上面打开 上面翻上去 然后拿水管的使劲冲 刷子刷 稍微废带劲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把它拆开 就不上胶水 不用胶水的情况下 很容易拆 相信 用胶水 不知道胶水有多强 502 上头高压水枪一冲 我有高压水枪 哲 两下就冲好了 所以也可以 上面开口也问题不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事情 第二件事呢 是这木板厚 你到一元店买的木板特薄 薄的问题是什么 太阳一晒里头特别热 木板厚的话 有保温的作用 就是不会让鸟巢里面太热 太热就成了烤鸡 第三 这个孔 圆孔 孔的尺寸影响到会决定什么样的小鸟进到你这里来 这肯定不是给Blue Jay 是给小麻雀 比如说像Chickety 像我不知道 Junko 我不知道Junko是不是在里头 麻雀 不是 就是固定的小鸟 你要想吸引不同鸟 你可以自己决定来扩大 是不是要扩大它这个孔 前两天刚说了 我有一个巨孔 叫什么孔巨 hold saw 孔巨 我把它打开 不是为了巨这个 不是为了巨 这也是巨别的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hold saw就可以打孔 很方便的 我那买的是一套 还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出来的 想起来了 你到医院店买很多的时候 这个他这是他的门 门里会给你放一个小树枝 不是小小枝子出来 你看那鸟巢啊 没有钱到 就真正的给鸟住的地方 钱的是没有那个小枝的 是没有的 他不需要 他直接就站在门口上进去 你想树干上谁 小鸟肯定不会在一个树枝的上头打洞吧 对不对 做巢吧 不会 所以这个是平平的 这上头没有不加任何东西 还有一点想起来了 你在医院店我老跟医院店比哈 因为医院店那个玩意儿就挂在那摆设给小孩看的 不是给小鸟用的 还有一个什么 你看他伸 你看见没有 为什么要伸呢 小松鼠啊 浣熊啊 把手伸进去 够不着底 对吧 下面小鸟住在下面安全 安全工厂 这就是他整个 这小鸟在三界找座窝也是有同样道理 他也找类似的 所以挺贴心的 这个木头看上去 他也是拼的 拼的木头 不知道能用多少年 我先把它拼好吧 拼好完了以后找个地方挂起来 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满意 也许能 也许不知道问题 就是他上面 他固定在树上 通常是固定树上 或者你固定在房子上也行 这是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 他不喜欢热闹 他就一个孔 你固定住吗 风一吹 这还没想好 这个固定上的孔 这个得要 得要自己的工具了 他里头没有 自己找东西固定在什么地方 我是准备固定在树上 对于小鸟 今年使用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月 他小鸟就可以长长 然后就飞走了 就空巢了 一记应该没问题 但是他这个粘上去的 所以这个挂的位置啊 不能太晒 但是他也不建议你挂在晒的地方 小鸟不喜欢 太晒的话里头也太热 还是会热 虽然他比较保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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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鱼鱼鱼 装好了 装的好吧 稍微有点外 这个比较矮 触手可及 另外一个呢 装的比较高 专门搭了梯子爬上去 够不着吧 想掏鸟窝 没那么容易 但是对于浣熊 这种植物 那简直是没办法 所以呢 对了 说到浣熊 原来这个盖子是活动的 可以打开哈 一个是怕风吹 把它吹起来 掀了房底 它受得了吗 受不了 这个呢 就怕浣熊过来 翻 浣熊从手从这进去啊 够不到底下 但是浣熊 聪明极了 它会把这个打开 所以我上到 加了个螺丝 另外呢 它原来有一个孔啊 共你挂在墙上 树上 挂是不行的 用的钉子 非常牢固 挺牢的 鸟窝的方向呢 差不多朝 朝北 就是为了避免阳光 晒到这里头 晒得太热了 有一定的遮阴性 后面挡着了 我这院子里 有几棵高大的 真叶树 云山 但是真舍不得 往上钉钉子 就找它吧 这个反正也是 不要的树了 已经锯掉了 安放位置呢 也最好是一个 比较清静 人烟稀少的地方 实在找不到 我这院子还是太小了 将就吧 我尽量不打扰它 行吗 正从半天 能招来金凤凰吗 有小鸟 会过来坐窝吗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